账号来讲最容易取得 所以Google账号呢 不管你是用学校的 或者是用你用个人的 其实你都可以去建置各式各样 不同的表单的内容来去做应用 所以表单的话 其实在你们学校端 或是以后出社会什么 其实都用到几率蛮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逻辑上是什么 是怎么用的 首先你在玩Google表单的时候 你要懂一个观念 Google表单工具 它有分成所谓的前台跟后台 那什么叫前台跟后台的逻辑 也就是说你的表单做完之后 给人家填的那个画面 比较偏向于前台的地方 前台就是给使用者填的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 有些同学对表单的概念不是很熟 他会把后台的连结给别人 然后就会被人家 一填到晚被人家要求要存取权 其实因为你拿错了 你拿到后台的部分 所以这是使用者 前台是使用者填写的那一个表单画面 填写的那个表单 这我们称为前台的概念 前台 另外一个呢是后台 后台的话就是你自己的管理者 我们的编辑画面 管理者的编辑的画面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给它搞懂一下 编辑者的画面 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表单工具在哪里 然后Google表单 这功能它是挂在Gmail上 它是挂在Gmail账号的 所以就唯独Google表单 应该说Google他们家有几个 Google表单 协作平台 还有Google文件类的 都是必须是线上使用 它没有本机版的软体 没有 本机版就是浏览器 它没有装下来那个表单工具 没有 它是都线上 所以你那个表单做完之后 它会放的位置 是在Google的云端硬碟 你下一次如果要去找到 这个表单的时候 你可以从Google的云端硬碟进去 或者是说 你可以从Google表单的主画面 看到这个表单 也是OK的 这是它的存放的路径 它存放的路径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工具咯 好 那老师现在呢 我用Gmail来说明一下 这是我的个人的Gmail的账号 好 那我们现在进到Gmail账号后 你到右上角的九宫格 九宫格的位置啊 同学会看到这边 好 它会有两个啦 一个是云端硬碟 所以你从云端硬碟进去是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表单主页 两个不一样哦 如果是从表单主页进去 好 你会看到是你的账号里 曾经建置的表单内容 它会全数显示 有听懂吗 第二种呢 如果你是从云端硬碟进来的话 好 进到云端硬碟中 这是它真实存在的路径 所以像老师自己有一个表单资料夹 我点进去 在这个表单资料夹里面 你看到的表单是它真正的档案位置 这个是它的页面 好像有点类似 它把你分群管理了 了解吗 所以你这边开 其实跟这边开是一样的 知道吗 只是它这个存的是真实的路径 好 那这两个都可以进去 如果你找得到你的表单 你当然就宽两下就可以进去 如果你要建置表单的话 来在左上角的新增 云端硬碟中呢 用新增 这一颗新增里面会有个Google表单的选项 新增的Google表单点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种 好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是回到我们的页面中 它在右下角的加号这一颗 你一样点了后 它就会马上帮你新增了 目前一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这两个都是 我们表单在使用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的入口 这两个入口都可以 可是可是哦 我个人偏好 喜欢用表单去找资料 为什么 因为表单功能中 有一个栏位叫做上传 它可以让我们收集别人传上来的档案 它可以收集别人传上来的档案 所以这一种上传的资料 它是存放在云端硬碟中 你在表单首页 你只能够看到表单 你看不到回馈 听到吗 像我们现在 老师刚刚不是有讲 刚才的前台跟后台的逻辑 前台者他只能够看到填的这一个表单 后台呢 除了我可以看到表单之外 我可以看到你们回馈的试算表 它的回馈是放在试算表里 我还可以看到上传的档案 而这些哦 通通都没有办法在主画面中看得到 你这几个通通都是要到云端硬碟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要找到完整的资料 其实就是在云端硬碟里 所有的资料都在云端中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OK 所以你们可以从云端硬碟去开启 我觉得也是OK的 好 来 那我们回来 所以老师刚才在未明表单里面可以开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主页这个 我先回去哦 会用到主页就是哪一天呢 我找不到我表单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里找 因为这边他可以搜寻 然后当然云端硬碟也可以啦 可是这边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所有你建置的 了解吗 我就会从那边找 我才会找到他 然后找到了之后我知道他路径在哪里了 我就会再回到这边来看 所以他两个要互相搭配哦 这个注意一下 好 那等一下我们练习的时候啊 因为还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呢 老师用云端硬碟 并且开一个新的资料夹 好不好 我们用新增资料夹 摆在资料夹里啦 好 来 我们点一下 好 这边会有一个资料夹 档案上传跟资料夹上传 老师点资料夹 新增资料夹 进来后呢 在这一个新增资料夹里 老师这边可以打 例如说我们打 0324的练习 下课就可以一起删哦 就放在一起才不会乱掉 填进去 好 当老师点进来后 点进来后 我要去新增新的表单的时候 我只要在这个路径哦 按下新增表单 好 然后呢 我先不要打内容 我只是把表单名称改一下 来 左上角 这里改一下 例如说是0324的练习 这是表单的名称哦 好 我改完这样就好 这边也可以打字啦 它就会带过来 好 这样就好了 有改就好 它会线上储存 老师关掉它 好 它就会直接存在这个位置 名字等下就会出现了 有听懂吗 所以你们可以先开好一个资料夹 透过这个资料夹 进去 去里面练习 今天的资料它就会集中的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头 包含试算表 包含上传的资料都会在这里 OK 下课的时候只要把这个资料夹删掉就好了 听懂哦 不然你会混在一起哦 OK 来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操作了哦 同学们先到您的云端硬碟 先到云端硬碟 然后也建议你们可以开一下表单画面 知道一下哦原来它长相是这样 然后呢以这个为主 开个资料夹后新增表单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表单的内容 好不好 来请 要登录你的Google账号哦 下课再登出就好了 来那这边好了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编辑这一个表单 OK 刚才两下就可以进去了 那你在编辑表单前呢 你要先想哦 Google表单它有分成两种 两种的使用方式 一种是问卷 问卷 不问题的 没有答案的 没有成绩的 第二个叫测验 测验券 那测验券当然有些题目适合测验 有些题目不太适合测验 像例如说 简答题就不太适合测验 就是多行题目那一种 所以有些测验是OK 有些测验不行哦 那问卷当然是最广泛的 大部分的题目都是适合问卷的 所以它分成两大类 那这两大类呢 你在开Google表单的时候 必须进去就要选 你要选择你这一次做的是问卷 还是你这一次做的是测验 要选知道吗 那预设预设 一开始每次进去的时候 就是问卷 它是一个预设的值哦 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哦 进来后这里 好 老师把它宽量一下哦 我们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呢 它的界面啊 它预设就是问卷咯 然后你进来之后 如果你要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好 它界面有一点点改哦 上面的地方分成了问题 回复跟设定 好 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如何出题目的是在问题 回复这是学生别人填打的结果 填打回来的结果是在回复这个地方 设定早期啊 是在右上角齿轮的位置 它现在把它改到这里来了 好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功能呢 是放在这里 这样有听得懂吗 好再来 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哦 这个是一个一个的格子 一个一个的格子 所以呢格子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一个一个的卡片 它就是一个题目卡 所以呢一个格子就是一个题目 一个格子就是一个题目 那旁边这里呢 是针对这个题目的选项跟设定 就在右侧好右上角呢功能是这样 那后面这个点点点哦 点进去还有东西 有些功能好 所以它的界面上 就插在鱼跟旧的版本 有设定移到这里来 其他就差不多差不多 那新的第一次学的话就也没差 好 那没开始进来的时候 老师刚刚有讲 我预设是问卷 如果我现在想要做测验卷的话 我要怎么去改变它 变成测验卷 如果你要改测验卷的话呢 来这里有个设定 设定工具进来后呢 第一个就是了 这边 你如果把这个打开 它就变测验卷 测验卷就代表着它会有分数 它会有正确的答案这样 然后还有媒体呀 答对答错与否 它会给你不同的意见的回馈 它可以让你媒体都有 不同的意见回馈去设定它 所以这个是测验卷才会有 而且吗 预设就是问卷 预设就是问卷 那我们晚一点再讲测验 问卷会了 其实测验卷就一定会的 好再回去咯 回到问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来设计问题 我怎么设计 设计问题的部分呢 有些功能它是跟问题有关 有些并不是问题 它可能是一个铺陈 我可能先让你们看一段影片 或者说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内容的部分 好来你看右侧这里 右侧这一个区块呢 这一颗是加号 可以增加题目 所以你按下加号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很多的提醒 对不对 增加题目 增加完题目后提醒在这儿 这是提醒 所以我们按下加号会多一提 而题目里头的提醒是在这个地方设定的 好 除了它之外 其他的这两个文字标题图片影片都篇内容的概念 我可以加一个卡片当成是标题而已 跟大家说是第一单元的 下面的另外的五题是第二单元的 我们是用标题去切割它 可以放入图片 例如说我们这张表单呢 想把它做成点菜 我们中午吃什么呢 那上面就放一张那个菜的menu 或者是价目表 我可以看到价目表后去点菜 那这个就会放到图片 甚至于你可以放影片进来 所以这三个喔 不是题目本身 它比较偏向是内容 内容的区块 好 然后另外的一根最后一颗 这是区段 区段晚一点讲 那这个是汇入啦 以前早期如果你有做了很多的表单 表单中的题目可以互相会来会去 就是这一颗 它可以汇入 那这个也是晚一点再来说 这两个例外的条件 好 那老师进来后 如果老师要用问卷 好 例如说我要问问卷 来第一题 这个呢 题目在这儿 如果你不要就把它删掉垃圾桶 它就删掉了 好 一开始我先按个T好了 T T是什么 新增标题跟说明点 这标题说明老师把它往上拉 每一个卡片都可以动 所以可以动的话是这一个 这个六个点点的这一颗 好 老师把它往上拉咯 往上拉之后呢 在这里 未命名标题里头呢 我可以把它改掉 表示它是个人资料 我们要询问个人资料的部分 好 再来 再加一个标题 往下拉 这个是问卷内容 而且吗 标题它只是切割用的 它没有题目的意义在里头 所以我们看右上角的预览 预览就是眼睛这一颗按下去 好 你会看即时预览 它就是只个字而已 只是个字 OK吗 好 回去哦 回去就叉叉按掉就好 叉叉按掉 它就可以再回来了 好 回来之后呢 影片跟照片就自己来了 好 老师又不再讲 那最重要是在题目 好 我们先点上头 上面这一题呢 我们假设如果要问大家个字 那最好是不要问个字 会有个字法的问题 假设啦 如果我要问的话 来我们看题目哦 题目的话有分成这几种 它是有分隔的哦 这个叫文字题型 都是跟文字有关 简答就是单行文字 你要填姓名啊 班级啦 座号 有没有 单行文字 或者是 如果是考试的时候 它就是填充题 考试的时候 可以拿它来做填充 填充题 那填充题 你填的资料正确 语法 它会帮你判断 所以这是简单题哦 段落叫多行文字 像是意见回复啊 这种的 好 胜论的啦 这种就是算这个 那这个就没有 没有那个作答分数的哦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评分 因为它没有办法 打你意见回复 没有办法打一模一样嘛 所以它没有办法评分哦 没办法评分哦 好 下面这几个呢 是选择选项型的 那这个是复选 其他都单选 它只是长得不一样 档案上传就刚刚老师讲的 它有档案上传工具 好 这是量表 那先行刻度是五点量表 它就是五个点点 那你选 单选方格的话是题組型的 题目跟满意度的状况 那你中间作答 那这个是单选 这是复选 就这样 最后一个就是时间跟日期 好 所以这是所有的题目 了解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哦 首先一开始如果 假设啦 假设我要问姓名 姓名的话 比较偏向简答的 所以它会自己帮你去 进行 题目的指派 题目提醒的指派 它认为你的姓名 应该就是简答题 所以它会帮你带出来 不对再换就好 然后下面的右下角 必填与否 这个可以选 点点点是其他功能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 所以呢这样第一题就完成了 如果你要再加第二题 你就按下加号 好 如果我们用单选题 选择题要单选题 例如说性别 好 那我们就是点这里后 女生或男生 等一下嘛 OK 那两个题就好咯 这里 好 然后再加号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用负选题 核取方块 例如曾经用过的Office 软体有哪些 好 例如说Word 好 后面也可以做图片 图片题 Excel 跟PowerPoint好了 这样有问题 一类推了 好 这就是一般的题目 一般题目 好 来 再往下 那问卷内容的话 老师想要再加一题进来 我们加一下量表 这一颗 线性刻度很常用 例如说 对课程内容满意吗 课程内容的满意度 它是五 一到五一般 那你可以改 它有数字可以改 然后呢 一是最左边 是非常不满意 有时候 我曾经看过 有些单位他们的 那个问卷 很奇怪 更加相反 就是明明就是数字 多的是好的 它反而做乘数字 多的是不好的 所以你加个文字 比较不会让人家错 会错译 知道吗 要加一下文字内容 好 必点 来 这样目前为止可以 来最后一个 我们抓一下这一题 单选方格 那单选方格 你要记得 烈是题目 蓝是满意度状态 不要弄错 不能弄错 这弄错就丢人了 知道吗 好 然后呢 问题的话 例如说像是 教制环境 环境的满意度 老师说点写比较快 来第一个例如说 冷气好不好 或者是说干净 干净的程度如何 那问卷设计又是 问卷设计的另外一个领域 那就再说 好 然后例如说它的网络 网络顺畅与否 OK 来 第一栏就是最左侧 所以一般是非常不满意 第二栏的话呢 一样再继续往下 那我就会复制贴上 一样它就会出现那个金 它我跟你讲有一样的字了 删掉就好 不满意 好 然后中间是普通上壳 然后再加一格是满意跟非常满意 我们看一下长相好不好 来看一下右上角预览 好 这是单选 这是单选 然后这是文字题 往下 复选题是框框 这已经是一种默认规则 复选题就是框框 问卷的话 这边可以选 以及这里 每一列的 OK 好了后你就可以提交 好 这样OK吗 先基本的 我们先基本 这最基本最基本的 好 所以你们先把问卷做出来 不用做到每一题都做到 但就是例子 玩一下下就好了 等一下我们再做变化 好 来 先给你们打一下 简单就可以了 不用太复杂 OK 来 那当我这个打完之后 我们先讲完一个完整流程 我这个例子是一般的问卷 最常用的方式 而当我做完之后呢 我希望它可以分享给大家 怎么分享 好 首先你自己预览的时候 当你可以填资料 所以我这边只要填的资料 例如说 好 然后呢 填资料 提交 OK好 我现在提交出去之后 它会长这个样子 好 就是我们已经收到您恢复的表单 我放着 来我们先回来 首先呢 当我们整个做完之后 要给别人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去检查 设定 设定里面有哪些功能可以用呢 好 首先你进到设定里头后呢 它分成了上方这一大块都是设定 下方是预设值 那你看上面的设定 这个箭头往下都还可以再展开 展开 好 你把它展开后呢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回复 回复的意思就是你是否要收集填写者的电子表单 如果你要的话 你要把它打开 填写者他一定要 就是登录后他那个电子表单 他要打那个电子email啦 他才能够使用 好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填写者一定要登录哦 登录自己的Google帐号他才能够填写 然后他填完之后呢 就会有 他自己会收到一个 作答的回馈 那这个其实很好用 假设例如说有一种情境是这样 假设我们系上要办活动 然后要问老师们 要不要出席 可是老师都这样 他可能现在跟你说他要 隔两天他就跟你说我没有空 然后再隔两天他又再跟你说 我又可以 很容易会这种情况 因为工作比较繁忙的关系 那这时候呢 假设细密或是TA就不用那么辛苦 你们就把这个功能打开 打开后当老师收到了 就是他自己填完第一次 他会收到那个副本 然后他就可以把那封信 先留着不要动 哪一天如果他发现 他可以了 这需要更改状态的时候 他就点那个mail 一点那个表单会再出来 他可以再重填一次哦 就是修改了 重填之后再送出去 你那边的资料 他就会是正常的 知道他就是修改后的 所以这一种呢 你把它打开的好处是 除了对方拿到这一个副本 可以当成入场券 我有一个信 告知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或者是我这一封信 就是我曾经贴过的资料 可以当佐证 我有填那入场券可以用 不然就是让老师们 如果要修改的时候 可以透过那个邮件 重新点选 他就可以修改他的作答记录 听懂吗 所以这个工程是这一个 记得一下 好再来允许编辑与否 你他他收到副本 如果你要让他编辑 你就把这个打开 他就可以编了 知道吗 好我一样先开给同学看 这个我先把它打开一下 所以他一定要收集电子 有点才可以 好例如说一律传送 一律传送就是每个人 都一定会收到的意思 好那可不可以修改 我还可以编辑回复 并且只能够回复一次 对吧 或者是他要登录 回复就是只能够填一次的意思 这叫回复一次 好那我们就不动这个 让我可以修改 好所以这等我们老师会练习 给你们看 好再往下 下面的话呢就是 我希望别人呢 填完这个报表后 填完这一份问卷之后 所呈现的内容 例如要不要看到状态列 就进度 你现在填到第一题 第二题第三题 就要进度列 要不要随机改变问题的顺序 这个就会影响咯 它会影响你的表单 在呈现的时候的顺序性 就会乱掉哦 就是会乱掉的哦 那如果你不乱掉 你要分区段 个人资料在一个区段 那问卷在一个区段 它就不会乱掉 不然这个是和在一起 上跟下会混在一起 如果你分了区段后 它就不会混在一起了 了解吗 所以区段等下还没交好 等下会讲 好所以这个是 决定你的问题的顺序 你要不要随机 老师先不动哦 好那再来的话 确认讯息是什么 就是这里啦 填完之后 它会出现的是 我们已经收到你回复的表单了哦 这个字 可以改这个字哦 好所以我们回来这里 我把它改掉 我把它点编辑 好谢谢你 再给好了 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了 好那整档整起来 好然后连结不要出现 不要 然后要不要看 跟对方分享作答拆要 这是后来才新的功能 之前没有这个工具 它现在有了 所以我们先不分享哦 OK然后呢 要不要停用作答功 这个好像要用Chromebook才有意思 所以就不用管它 好这两个会吗 这两个 所以你要去设定 你的表单的内容 然后下面的预设值啊 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问题全部都必填吗 或者是要收集电子邮件 这个功能会让你的表单预设 进来就是这些功能 都一定会强制执行 早期啊问题的部分 必须要一提一提的去点 必填 那下次帮你一次性的 全部都套好 OK好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后我们要把资料给别人了 老师现在要产生的是前台 我要产生的是前台的资料 就是这一个 给别人的填写表单 所以呢我们就要到右上角 右上角的地方呢 它这里会有一个调色盘 改变颜色的啦 主题或者是背景颜色 都可以自己去改 如果你要改变的话 你就点选后 它就会套用上去 插入 这是不仅主题 这没什么 来 那关掉它 好 右上角的地方呢 按下传送 我就可以把这一份文件传出去了 那传送的话有分成 email的方式计 或者超连结 一般都连结啦 跟内签 这个是最常用的 那你记得要缩短网址 好 那缩短它也没有短到哪里去了 所以有些同学还会再加 例如说短网址的服务 再去调整它就好 好 老师先复制哦 复制起来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复制完后呢 我要填写表单 好 我要填写表单 我用我的另外一个账号进去 好 例如说我们用别的Google账号 那老师现在要填写 这个表单的时候 那我们进去一下 好 我现在进来了 然后我的 OK 我先切换一下另外一个账号 切换学校的好了 好 老师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你们看哦 填完之后的样子是什么 等一下会收到信 第一个它因为要要求要登录啦 所以你要登录才能够用 那你电子邮件要给它 所以来我们给电子邮件 好 再往下 个人资料 性别 我觉得大概先填就好 好都好咯 好你看一下下方 这个就是状态列 进度条 那我现在没有换页 我没有切一幕对不起 对不起 像你们要讲一下 好 反正看不清楚吧 看上面而已 好 那我现在这是状态条 好这条是状态条 然后呢 我按下提交 提交出去看的内容是这一个 然后它会出现修改回复 有没有印象 刚刚老师有讲 如果你送完之后 你才发现哎呦我写错了 赶快点进去 你还可以再改哦 你看资料都还会在 都还会再改 OK 我就可以再把它换掉 换掉 然后再提交 好 那如果你已经提交了后 关掉咯 关掉了 关掉了后呢 没有这一份资料的 你关掉了 好 哪一天突然想到的时候 怎么办 好 你可以去收信 去Google收信 然后你在收信的时候呢 来我们看一下老师的信件 不好意思 换一下 来 好 你先收信 你收信的时候 这边就有这封信了 所以你连自己填哦 都会有信哦 然后你点它后哦 这里 它就会看到这边 你的表单内容 这就是老师讲的入场卷 如果你们有活动啊 然后表单对方会收 就是寄出去之后 他会收到这一个 这个回复 那我就会知道说 我们已经有报名成功的意思了 所以他也可以拿来做报名用 非常好用 好 那再来 老师如果进来 这个是一个 例如说聚餐倒查表 然后老师又后悔又不能去了 他就可以编辑作答内容 又可以再回来 所以只要老师没有把这一封信删掉 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去进行作答 调整 回去 这样有懂意思吗 这很好用哦 这真的很好用哦 其实哦 好那就可以再回去 一直累推 他也会收到信件 你看 你只要有改哦 他就会收到信件 所以呢 这边也就有三次 因为我刚刚改了两次嘛 好 看下方这边 他就有这些练习 那你就会知道 他现在目前改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这怎么来的 就是刚才在设定里面的这个位置 我能不能收到我的信 我填的 我收到了 我可以去修改它 就是这一个 目前可以吗 好 来 所以流程是这样哦 好 你们试试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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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 那这个是单一型的 就是第一次的做法是这样做 好 那我们再做一些变化咯 好 来首先 当我这个做完之后 学生的回复在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回复的状态 那 在这里的摘要啊 指的是单个单个看 单个单个的状态如何 你可以把单个复制起来之后 把这个图表复制 然后贴到 假设说把它贴到 PowerPoint或者Word好了 那是如果开了Word 好 这时候呢 我也可以把它贴上去 它就是单一的复制 这也是新功能哦 新的工具 所以呢 你可以进来之后 看到单一的摘要 这边 那就每一个每一个都可以填 好 或者是第二个 我们可以到问题 可以看到 嗯 问题的状态 好 就是每个人的 每一题 每一题的状态 每个人填的状态 好 第二个是个别 就针对个别学生的 回复是什么 这样有问题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有新的 它的界面也做了一个 蛮大的修正 然后右侧的地方是 接受回应与否 如果你不让学生填了 早期呢 Google本来就没有 上下架的功能 那现在呢 也还是没有上下架的工具 也就是你要手动 决定这个问卷要填或不填 好 这叫上下架 知道好 那这边是没有啦 所以你就是记得这个 打开透 学生就不能再填写了 好 所以就可以关跟开 那最后呢 当学生填写完后 这些回复会在哪里 它其实是储存在 表单里面的 可是在表单里 它只是个暂存区 它没有办法真的 跑出来外面 变成一个 呃 档案 所以你要记得 要记得哦 你的做完之后 还没有给学生填的时候 你一定要按这一颗 这一颗的意思是什么呢 建立试算表 它会自动的连线到 Google试算表的一个 一个档案里面 自动把你的填的内容 抛转到试算表中 而且是自动型的 所以这一定要开哦 一定要开着它 好 按下建立 这样就好了 所以下一次啊 你只要点了 那个Google试算表 它档案就会自己跑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一定要有哦 我这边只要有填 它这里马上就会有 专门是联动型的 那因为它是两个 所以我们刚才介绍的 在这个资料夹里 来重新整理 回到你的Google的资料夹里头后 你就会发现 我这边就有两个 一个是刚才那个试算表 一个是表单 可是在表单主页中 只会看到表单 看不到相关的产生物 知道吗 产生物就一定要到Google 这个地方的云端硬碟里 才会看得到 好 所以这边逻辑OK吗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表单 这是完整的概念 好 来老师先把它关掉 那这个表单完成后 我们来做几个不同的练习 好不好 来 首先第一个 表单里面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我的题目 会有档案型的 像这个我就还蛮常用的 我每次在考试的时候 要让学生缴交他作答完的结果 我就会请他用档案上传 就我就会用得到 好 例如说老师呢 在最后面这一题哦 再加一个加号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们要用的是上传 原来上只要是云端上传的 功能的时候 他就会有档案上传的工具 然后学生也一定要登录 然后这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他档案上传上来后哦 是上传到表单拥有者的 Google 信箱 Google空间应该这么说 所以 是传到我的 我是老师 他传到我的哦 如果我的空间满了 学生就不能传哦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做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要看你的空间够不够 要不然的话蛮麻烦的哦 好继续 然后继续的话 他就有一些设定值 第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上传作品 好 假设要作品哦 然后允许特定吗 还是不要 不要的话也没关系 他要夹档 例如说他夹一个资料夹后上传 档案大小你要限哦 你不限你的空间就满了 知道吗 好 所以假设你有很确定 大概做出来会是多少 你就自己记得一下 然后这份表单 最大最大可以到一局 最大最大 知道吗 好 那我们最好可以到一局 我们空间根本连一局都不到 这样知道吗 学校的已经限缩了 所以你点一下那一个按键 往下回 这边 如果你做了档案上传功能的时候 设定的上方回复这一区 会有这个 所有加总哦 拜托一区还得了 我偷偷也根本没有到一区 所以呢 我们来个 最少只能一区 没得改啦 好 那就还好啦 通常不会那么多啦 因为你有上传的 限制 别人在填写的时候应该就会挡掉 所以这个还要自在一下这里有哦 可以设定 好 回去 我们加一题哦 加了一题之后呢 会有什么改变 来预览 改变的部分会是在云端硬碟 它会多了一个资料夹 收集着别人上传的档案 好 所以你看老师如果再填哦 我随便再填一下 好 然后呢 填完资料之后 OK往下 我把档案上传给你们看一下动作 然后呢 用这个 那你就可以去找 如果你有图片的话 等等的 好 或是档案的部分都可以选 好 那我们点一下图片 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图 好图片 好 按开启 开启进来之后 图片就会放上来 按下上传 好 现在就散上去咯 那传上去之后呢 来提交 我们看一下老师端 老师端的云端硬碟里面就会多了它 有没有 File Response 这边就是我们回来的 你点进去 它有 因为要登录啦 所以就会知道是谁传的啦 那因为这是我的名字 所以都是我 知道吗 这边就会出现学生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学生们所上传的档案 它就在这里 那它会用这个学生的名字 变成档名 再加本来的名字 所以你一定会知道是谁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拥有者是老师 所以学生上传了后 资料是存在老师这儿的 空间也是占老师的 但学生删不掉 因为已经给老师了 这样有没有听到 OK 这是第一个比较特别的 来你们可以玩看看 唯一的一个比较特别的 那下一个的话比较特殊就是曲断功能 曲断也是在Google表单里头蛮重要的一个工具 我们看一下曲断 曲断 来老师先开一个新的 那等一下呢 曲断的时候要做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对了这里 补充一下哦 下一次给人家连结的时候啊 是不是要点传送的这一刻 是这个吗 记得是他哦 很多学生很可爱 他竟然给的是上面这个连结 这啥这是编辑连结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连结给人家 可以给啦 但就会很好笑 对方拿到后 就右下角有一个要求存取权 然后每个人就给你按存取权 存取权 然后一天到晚就收到email 真的真的 就会一直收到email 说要求存取要求存取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你给错了 知道吗 记得这才是 这才是 来 那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 它叫做曲断 其他的那个问卷工具 曲断大部分是要付费的 但是呢 在Google里面它是免费的 好那老师先解释一下 曲断是什么 曲断就是有跳题的逻辑 它会有跳题 好那首先 你要先把题目分成曲断 透过曲断 区分 题目后 我们就可以用跳题 就是你做第一题 例如说 最常见就是去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会有问就问你说 请问你来过本店吗 有跟没有 有就跳第一题 跳第二题 没有就跳第十题 这类似这一种 就是跳题型的 那跳题的方法有分两种 一种是透过曲断跳题 这一个曲断做完了 跳到哪一个曲断 第二个叫做选择型跳题 题目跳题 题目一定是选择 选择型的 选择题跳题 你透过你选的是或否 或几年级跳题 OK好 所以它有分成两种 来那原则上在做 会建议同学 先有曲断 先做曲断才知道怎么跳 所以老师把这个先关掉 关掉 关掉 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资料夹里头 我们刚做的 等一下下课就删掉就好 再加一题 来新增表单 新增一个表单 那表单进来之后 我们假设要选问题了 第一个我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我们透过第一题 先问男女 当你是答男生的时候 跳到一个曲断问男生的题目 回答女生的时候 跳到一个曲断问女生的题目 两个题目都回答完之后 都回到问件 那个意见 意见回馈 然后结束 看懂吗 好来 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是第一个曲断一 第二个曲断 第三个曲断 第四个曲断 懂吗 它就会分曲断 你要切开 把题目切开 好 那我自己在做的方式啊 老师会先把题目都做好 所以例如说曲断练习 这个表单名称 来我们这是曲断 然后曲断练习你打完后 左上点它一下 它就会连上去了 来第一个 未命名的部分 未命名的题目呢 老师这边剪进去后呢 来第一题 例如说我要问性别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呢 这一个就男生 女生 好 先有题目 先有题目 来加第二题 第二题呢 就是男生的题目 好 再加一题 但是用成断络好了 就是文字做答题 复制哦 好 女生的题目 好 一样的是简单 文字做答题 好 最后最后是文件 意见回馈 好 意见 意见是每个人都要填的 好 一样也是段落题 目前可以吗 好 我就简化哦 老师简化 来 所以我希望的是 等会做答时 你答男生就跳到这一个题目 你答女生就跳到这个题目 这个区段做完就跳这一题 这个区段做完就跳这一题 最后出去结束 有问题 题目在呈现时 它是线性的 可是我们的想法必须是跳跃的 就是你要画流程 你会知道流程的一个跑法要怎么跑 听懂哦 来再来 那好了后我们就要先隔开隔区段 进行区段的处理 来 这就是区段 点它新增区段 那增加一个区段后呢 上面这个区段是第一个区段 下方这边呢 老师把它改成男生的区段 这是男生的区段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区段哦 好 第二个区段呢 是女生的区段 最后一个区段是大家都要填的 意见回馈的部分 区段没有题目 它只是个分隔 分隔 好 这时候老师就可以把意见拖下来 拖到这个区段 好 女生拖下来 这个区段 OK 男生拖到这个区段 有没有问题 都听懂哦 OK 好来 然后你区段都调好了之后 再来呢 老师在上面的这个区段里 透过区段跳题 所以呢 我刚刚有讲两个跳题方式 第一个 右侧点点点 根据答案前往相关区段 你打开它 这就是题目跳题 还没有到下面 它就是题目就跳走了 OK 第二个是区段跳题 当这个区段做完了之后 去哪儿 OK 区段跳题 所以有分成两种跳题方法 好 那这里的话 男生去哪儿呢 男生到男生的题目 女生到女生的题目 OK 所以这一题哦 就不用设定区段跳题了 因为它的题目就跳走了 好男生这一题呢 男生这一题回答完之后 要跳到意见 那就不是用题目跳题 而是整个区段 做答完毕后 点下拉改成意见 好那女生呢 做完一样也是往下跳到意见 可是因为女生是第三 意见是第四 它刚好就是前往下一个区段 那就是它 也不用再改了 听懂哦 如果你要改也无所谓 你就把它改成第四个区段 这样就好了 好完成哦 完成后呢 当我们在预览的时候 区段在进行时 它不会让您看到下一个区段 所以呢 如果你的题目要分隔 不要一次全部看到 你就用区段功能 知道吗 好来 第一个我点男生按下继续 它会让我跳到男生的题目 男生题目做答完后 好继续 跳到意见的部分 做到完提交就出去了 了解好再一次 如果我们再点进去后呢 我写女生来 女生的题目继续 女生的意见提交 以此类推 这就是区段 很好用非常好用 了解吗 来 结构逻辑要清楚哦 你们要先思考 要先思考